在我小时刻经常看到我母亲出西看 她说出西看 这个是重要 我现在解决这个问题 而且我母亲还经常肚子痛 那个年代敲锣打鼓 敲锣打鼓 人在敲锣打鼓的时候 时刻你真的不知道人有多痛苦 人在敲锣打鼓 你真的不知道那个时刻人又痛不痛苦 这个敲锣打鼓 就感觉就让自己的腿上啥东西 我去买个结门去 你楼下结门坏了上次人没买 你帮你对吧 回来人一块来算 好 你看啊 敲锣打鼓啊 你现在看没有啊 敲锣打鼓啊 敲的时刻 砸在自己的脚上钉钉子 就像让自己脚上钉钉子 我突然想起来了 对呀 敲鲁打扰骨的时刻 这个痛苦 就像自己让自己脚上钉钉子 我想起来了 我母亲脚背上这个地方 曾经是长了一个瘤 长了一个瘤 长了这个地方 后来手术把它割掉了 手术把它开掉了 大概这么大一个瘤 我终于知道了 那个敲鲁打鼓 敲鲁打鼓的时刻 那个敲鲁打鼓 真的心里在流血 敲鲁打鼓要勾上毛泽东 自己心里很明白 这多少痛苦 多少痛苦 就像一个钉子 就钉到了自己脚背上 钉到自己脚背上 我想起来 我母亲主边的脚 这个地方就长了一个瘤 后来手术开掉了 我记得一清二楚 我记得一清二楚 那个痛苦 那个痛苦 为什么我妈妈 经常 我妈妈经常 为什么我妈妈经常 那个做梦啊 出汗啊 出汗啊 做梦啊 为什么我妈妈经常出汗呢 我妈妈经常 为什么我妈妈经常出汗呢 恐怖啊 恐怖啊 她叶丽总统啊 梦间 她的爸爸就是我外公啊 被抓起来了 被抓起来了 然后就在被批斗啊 被抓起来了 被批斗啊 下了一身汗呀 下了一身汗呀 但是呢 也没法考证 这个事情到底是被抓了呢 还是没被抓呢 到底是被批斗了呢 还是没被批斗呢 做无从考证呢 我妈妈也不敢去问 也不敢到海门去看呢 也不敢去看呢 也不敢去看呢 然后就 人就瘫掉了呀 这个瘫不是瘫痪的瘫了 就全身没力 就瘫在肠上了 瘫在肠上啊 就想到她的爸爸 到底有没有被批斗啊 因为批斗的游得很多啊 她脾气又不好 然后她曾经在那个 上海解放前 在上海开医院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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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今天我就要告诉大家 所谓的幸福的年代 所谓的幸福的年代 就是这样的了 那个就是文革的时候 我们所称的幸福的年代 所称的幸福的年代 是幸福啊 那个称的老百姓敲路打鼓啊 你想想 现在如果再看到人家在敲路打鼓 在清楚什么的话 应该同我母亲差不多 那种痛苦啊 那种痛苦啊 就是一个钉子棒自己脚上钉了 就自己脚上钉了 所以啊 那时候我母亲呢 就长了一个瘤啊 后来手手开掉了 哎呀 原来人家的担心啊 从那个 隐医的含义就会产生疾病了 隐医啊 隐含在里面的意思都会产生疾病了 所以啊 现在我可以想象 现在在那个墙的人呢 到底有多痛苦啊 到底有多痛苦啊 可以想象 可以想象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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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